2023年沙拉越青年企业家成功之路YESIS竞赛颁奖礼 今日在美里一间酒店宴会厅举行 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沙拉越峰会副主席诺拉之兰 在会上致辞时表示 沙拉越YESIS计划竞赛是由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沙拉越峰会举办 获得11个学校合作社的66名学校合作社成员参与 这样的参与和支持合作社活动 使合作社在未来取得更高水平的成功 他说沙拉越青年企业家成功之路YESIS计划的目标是加强学校合作社 培养青年尤其是在籍学生的企业文化 经界沙拉越YESIS计划获得来自古静的四个学校 西联的一个合作社 两个来自明都鲁 三个来自美里 以及一个来自林梦的学校合作社参与 今日的活动颁发各项奖杯和奖金给各项目优胜者